Hello,衣服的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华春雨 这次看秀就觉得还是一如既往的震撼 因为每一年我觉得李宁大秀选的地方都挑在一些比较厉害的地方 去年那个灵芝还有温凰 今年这个机场也非常的震撼 现代科技和这种大自然都结合得很好 衣服也很酷 带有这种中国风的这些风筝那些元素的衣服 还有就是行衫2.0吧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一个鞋 如果有一些拼接色彩的我会比较喜欢一些 或者是像我今天穿这个外套其实我也很喜欢 也是带有一些拼接元素 然后今年我还蛮喜欢绿颜色的 刚好今年的这个大秀有一个现代风的这个主题 它就也是带有这个绿色的 然后我都还蛮喜欢的 对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很极简的那种素的那种位移 要不然就是那种碰撞的比较多色彩的这种位移 对 因为今年一整年基本上半年我都没有回回家 半年都都在外外地然后就还没来得及 再期待一下吧 23年一定要学会做巧克力牛角包 因为最近工作忙的都差不多 然后已经开始再去把后面这首歌全部做出来 今年年底专辑会跟大家见面 这样再就是月底有一个音乐会 然后是和交响乐来合作的音乐会 然后演唱会的话 要不就年年底 要不就明年年初 看环境吧 对 威力 我觉得算一点点吧 就是因为我在录萌探的时候 其实也在一边录一边学习 因为我以前有玩过类似的游戏 就是这种狼人杀游戏 但是我没有玩过剧本杀游戏 所以其实龙探有点像是剧本杀 所以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节目会发现我的推理方法 还是再去按照狼人杀的推理方法来推的 然后越到后面就开始越去找剧本里的一些线索 来去推线索 所以其实我觉得录这个节目算是有一些收获吧 对 有梦想的人都可以实现梦想 有梦想 但是自己的梦想和实际天赋是不相符合的话 也可以建议大家换一个梦想 继续可以追梦 对 因为梦想是永无止境的 嗯